下了这个标 你会觉得说 经济学人在这件事情 踩了一个立场 说国会扩权 会外流敏感资讯给中国 我有点惊讶 那个英文的全文 我看过 它是一个报道式的报道 它引述各方的说法 自己没有下任何的评论 结果我们在中文的媒体 在转述的时候 在台湾是直接写经济学人冒号 在进行散播假讯息 甚至抹红的时候 外销转内销的手法 这个就是民进党 他们一直在伤害台湾的民主 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他很持平的说 民进党怎么认为 外面抗议的人怎么认为 他平衡报道了 他说国民党跟民众党认为 他们正试图在改变 台湾的民主政治 提升对政府的问责 党团召集人黄国昌说 修法提案包括在美国 英国及部分欧洲国家 普受欢迎的构想 台湾并非特例 基本上面 他这样的转述也没错 然后呢 下面比较夸张 说许多批评人士担忧 新法将被用于强迫官员 甚至流亡台湾的 香港民主运动人士 揭露敏感资讯 流向中国 我分两个层次 经济学人采访到了 这样的讯息 他的报道 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有问题的是说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觉得 我们所在推动 进行的国会改革方案 会强迫官员 甚至流亡台湾的 香港民主运动人士 要揭露敏感的讯息 然后揭露敏感的讯息 会流向中国 就这个利润的基础是什么 第二个 他说部分在野党立委 说傅昆奇跟中国官员关系亲近 那这个是傅昆奇 他自己要去解释的 我没什么太多的意见 民进党政治人物担心 在野阵营可以用徒刑 要挟 对民进党政治人物 及政府官员施压 这些政治人物指控 中国是修法幕后的黑手 我看到这边 我就看不下去了 但经济学人也没讲错 因为民进党一直对外 所在散播的假讯息 真的是这个就是老共在背后施压 去要求台湾的在野党 去推国会改革 虽然我觉得这样子的抹红 毫无事实的根据 而且逻辑根本不通 但这的确是民进党 他们在散播的讯息 但重点是说 不过经济学人表示 他们并未提供证据支持相关说法 也就是经济学人也知道 民进党抹了一堆 做了一图拉股的指控 说老共在背后 然后竟然还会有香港流亡台湾的人 会被要求揭露敏感资讯 我的老天啊 你在说什么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人家外媒的报道 基本上到目前为止 是相当的持平 等于是两边的说法 他有并程 他最后 他还不忘点出来说 民进党没有提供任何的证据 支持他们相关的说法 其实这句话讲的就已经有点重了 但在我们台湾媒体的下标 可以下成这个样子 是那个自由时报这样子写 我不知道民进党为了要去回避 自己曾经做过的承诺跳票 已经无耻到这种程度了 散播假讯息 不遗余力 然后极尽抹红之能事 然后提不出任何的事实 或任何的证据来加以佐证 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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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离谱 我真的不知道一个堂堂的执政党 怎么可以搞成这个样子 我听说现在民进党都是有派人啊 在监看我的直播 好来来来 民进党的朋友 再喊赞 快点快点 民进党的朋友再喊赞 真的 要去回避自己跳票的事情 散播恐惧 散播谣言 抹红 真的是或许 在他们的眼中是最有效的方式 但我必须要说 这也是最廉价 而且真的在伤害台湾民主的方式 我们要对抗中国共产党 我从大概2019年那个时候 我直接跳出来呛民进党的网军彻翼的时候 我就曾经讲过了 我们要对抗老共 最有效的 是深化台湾的民主 让台湾民主的体质 可以真的去对抗老共 他们各式各样 温攻武嚇 甚至假讯息资讯在 结果没有想到 现在带头在弱化台湾民主体质的 竟然是我们的执政党 民主进步党 而理由更是荒谬 背后真正的动机更是荒谬 只是要帮他们自己 曾经承诺过台湾人民 却跳票的东西 能够找到理由来回避 他们自己的责任 再阻挠改革 帮他们自己找到借口 去说服支持民进党的支持者 说我们没有跳票 是在野党 接受北京的指示 在台湾推动国会改革 大家光想这件事情 大家不会觉得 真是圈圈叉叉到荒谬到极点